那我們新增了275例 COVID-19的確診 那267例是本土 那8例境外移入 那首先跟大家報告這樣的疫情 那我們新增了275例 COVID-19的確診 那267例是本土 那8例境外移入 那今天新增的267例的本土個案為127例的男性 那 年齡140例的女性 年齡介於未滿5歲至80多歲 發病日 採檢日介於4月30日到5月18日 居住縣市分為 新北市129例 那這邊有中和區 新北市裡面中和區有26例 那其次為臺北市的70例 那以萬華區31例 彰化縣28例 桃園市16例 高雄市8例 台中市5例 基隆市4例 宜蘭縣3例 台南市及新竹市各2例 好 那這是一個相關的 那這個裡面呢 除了地域之外 那我們有新增的一個台南市 在以往這邊還沒有 在這一波裡面沒有確診的個案 那其中呢 這個267例裡面有萬華區的活動 使得有87例 台北茶藝館的接觸使得有73例 那萬華葡萄酒商的有28例 那抹社團相關的群聚2例 靜香團1例 不明感染源49例 醫教中的有27例 那當然這些不明感染源的跟醫教中的 我們都會持續的調查 那對於新增的8例境外移入的個案 那5例印度 2例菲律賓 1例日本 那都持有3日前的檢疫性報告 那在提前沒有 在臺期間沒有症狀 案2358為本國籍20多歲男性 4月25日從日本入境 檢疫期滿後 5月17日自費採檢 那近日確診 案2359案2538 為菲律賓籍20多歲的男性移工 與40多歲的女性移工 接在檢疫期滿後 自行自費採檢 那於今日確診 那案2533 2537為本國籍 案2533至案2537為本國籍三男二女 年齡介於5歲以下至40多歲 分別於5月17日18日自印度入境後 在檢疫所進行採檢 那今日確診